拥有接近170年歷史的聖若翰佐堂 由于座落在中环的中心地段 附近都是政府和商业机构的重地 所以的而且确 过去的会友多数都是上流社会的人士 包括英国高官 外国人 军官 商人等等 但是随着神职人员对社会服务的关注和开放 聖若翰佐堂也都越来越国际化和平民化 崇拜也由原本的英文增设广东话 普通话以及菲律宾话 讲到社会服务 圣若翰佐堂的神职人员 过去都会去到赤柱和石碧监狱做传教的工作 这项服务深受囚友欢迎 又为神职人员的关心 多少可以点罪他们在监狱里面伏味的生活 同时又可以帮囚友将口信带给外面的家人 1941年可以说是圣若翰佐堂最黑暗的日子 因为就是这一年日本向香港发动袭击 于是大批平民勇入佐堂避难 当年圣诞节 佐堂的牧师就被竹拿送入集中营 佐堂也沦为日军的社区中心 强行被划分成电影院 念舞场 甚至是马鵬 佐堂除了受到破坏 同时很多艺术品都被没收 即使到了1945年香港重光 姓若翰佐堂要到1949年才维修完成